好友國民黨支持者去辱罵恩恩爸爸說 你這個根本就是自己不送醫院啦 他那時候確診 那個時候確診是可以隨便跑的嗎 他也沒有被明確告知他該怎麼做嘛 在新北市變成我相信警察是錯 相信政府是錯 相信消防是錯 如果他當選總統 台灣就有可能走回30年前啦 天之道地是老作 我不知道 大家好 我是君哲 那這個是一個新單元 是要來聊台灣的政治跟一些議題 其實這個單元我原本設定是要我自己來跟大家聊 但是這個第一集嘛 特別一點 邀請這個最近的岩上人物啊 岩上八九 大家好 我是八九 說到告警察這件事情 大家通常會覺得 這是一個小蝦米對抗大金魚 你沒事你不會去告警察嘛 這件事情的過程其實八九都有在他頻道上面講 或者是網路上其實也有很多新聞啊 或是大家在討論 其實大家可以自己去爬梳一下 這個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今天不是要來聊這整個過程 也不是說要特別來做這個澄清或是辯護 沒有 今天是要來講說 因為新北市的市長其實他是警察出身嘛 但是發生了很多事情都跟警察的這個權利 還有這個警察在執法上面的一些問題有關啦 所以我要來問一下這個算是當事人嗎 我想先講一個淡書啦 就是我外公他也是高級警官退休 我外公是中國湖南人喔 所以我也是有一點中國的血統 這我不否認 但他退休之後 單槍匹馬的 告過國防部情報局 告情報局 告贏了 最後拿到當時快一百萬台幣 那像很多台灣人都勸我 這樣啦 就小蝦米對抗大金魚 不要人一下過了啦 但是我覺得 可能我是有遺傳到我外公那個血統 我就是小蝦米 我就是要跟你對抗 這次我要告的是新海派出所啦 他旗下的一個湯 旗下的一個派出所 然後這個海山分局 他曾經上過四次新聞 三四次 然後一次是包屁嘛 然後一次是那個 篡改資料 要領那個業績獎金嘛 這個都上過新聞喔 還有那個為你當兒童嘛 然後最近一次就我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你覺得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一直以來都是制度上的問題 因為包含十幾二十年前 甚至我們爸媽那個時代 我阿公阿嬤那個時代 其實黑警更嚴重 對 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八點認不認同 我覺得 我們沒有辦法說 透過哪一個政黨 當選取得了執政權 我們就 全面性的來改變這樣子的體制 習以為常的陋習 我覺得你說的 有一定的道理在 但我覺得 可以從 每年的 考基 或是每年的 當然這個考基是你真的要去 認真去做 不是說我給你一張表 然後我看你算就給你講 然後當然也是從 人員的篩選來說 性格上 或者是過往的紀錄 甚至是不是 軍中都有輔導長 那警局是有輔導長這個角色嗎 這我不清楚有沒有 對 我是覺得 全世界有工作的人都很累 行行出狀元 大家都很累 大家都為這個國家的經濟在奉獻 所以說當然警察更累嘛 因為你有時候 扣你休假就要回來 所以 當然你們的壓力更大 所以你們 心裡一定要比我們更健全 所以你才選擇去走這條路嘛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從人員的篩選 機查都訓練 這個執政黨確實也是要負責任 對 我覺得執政黨有他可以做的地方 但是因為像我們說軍人 他不一定會聽文人的話 那不一定是換了那個執政黨 我就聽你的話 但是新北市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新北市的市長 是武官 對 他是武官 他就是警察 他曾經是警大的校長 現在這一批警察在新北市很多都是他的後輩 在新北市他也非常淡淡自棋 覺得說我們是一個自然很好的一個直轄市 我們跟別的城市不一樣 新北市要好好做事情嘛 警察也秉持著一個好好做事情 大家知道嗎 聖誕城 那個新北歡樂耶誕城 有些人說是沙誕城 對對對 就是因為板橋那邊每次到 耶誕城的時候都會塞車 那好像是從朱立倫開始的 對 從朱立倫的時候開始 我覺得要談的是 大家知道嗎 在去年的時候 2022年的12月被爆出一件事情 因為需要偉安就會有很多警察 你知道那些警察被下令要做什麼事情嗎 戴那個聖誕帽 他們要戴聖誕帽 這就是 我不知道這是厚厚做事情 你覺得 今天像三重警察打人的事情 然後像這個 譬如說你遇到的事情 或是我們再往回一推 因為其實警政跟消防都是 一個城市裡面非常重要的公家資源 對 那包括之前 NN案80分鐘 救護車都沒有來 導致一個很小很小的生命這樣離去 然後到現在 其實新北市長沒有道歉 官員也都沒有道歉 你覺得這整個狀況 新北市長有沒有責任 市長本來就應該有他的責任在 如果你說只是單純 幾年內幾些個案 我覺得就算了 但這其實已經不是個案了 包括那個 我頻道下面的留言 哇 三支影片拍出來 其實很多很多都在講 他們以前遇到過類似的事件 然後他們最後都因人下 因為他們沒有像我這樣是自媒體 他們沒辦法講 而且我看到你下面的留言 其實很多就這麼剛好 都發生在新北市 但是新北市的市長又是警察 而且他把這個當作他的承諾 他把這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觀感的問題 我只是舉例 對 假如說今天 譬如說我們花蓮縣長 他是農業出身 舉例 什麼基因改良什麼很強 然後他當上縣長 結果我們的農產品賣不好 我們農產品很爛 我們農產品很多瞎吃 那這樣就是打他的專業的臉 然後他又以此以以為傲 對 就是類似這樣的邏輯 不然你就不要把這個拿來講 更何況 現在國民黨在傳出說 6月7月要準備 徵召侯友宜來選總統了 就是你 如果真的要選總統 那你現在短短這幾個月 你趕快再把新北的警局再整頓 其實 土城那邊一堆飆車族 我還看到下面很多留言 有時候報警檢舉 或是怎麼樣 警察到就是跟飆車族 好啦你爹也在走啦 然後還有人 那個警察還說 你不要管那麼多啦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就走了 很多很多這種事情 這個你沒有處理的情況之下 你又把治安 當作你新北市的一個標籤 你不會讓市民覺得很矛盾嗎 我連一個70萬訂閱的人 都可以被警察這樣對待 然後更何況是沒有發聲管道的人民 果然不假吧 對啊 看下面多少人的案被吃 多少人被我這樣的待遇 摸摸吞下來 嗯 欸我這場 1是贏 代表的不是我自己 是曾經受過同樣 75的人 而且剛講到這個 三重打人的這件事情啊 三重的警察 還去告那個 被害者 莫名其妙 還去求償耶 應該他們也會告我傷害吧 我不知道 雖然他身上沒有什麼傷 你有隔空恰大的脖子 差不多我快自習了 那天他這樣弄我的時候 啊不就還好 我沒有這樣回去 我這樣回去馬上真的 襲警 對 我剛要講的是說 如果這些狀況一再的發生 人民對警察的觀感不好 其他很認真在做事的警察 他們不是很可憐嗎 侯友宜如果成為了總統 欸警察總統耶 照理來講 我們台灣的治安要非常非常好吧 治安好是表面上看起來的好 是因為警察都把 有意義人的聲音都壓下去 這樣叫做治安好 還是說減少暴力犯罪 到底是哪一項 如果是第一項就有問題了 剛剛八九講的第一項 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發生在國民黨執政時期 白色恐怖的時候 那個叫警總 我們要回去那個年代 對我們要回去那個年代嘛 我現在可以在這邊很肯定的告訴 回去的話 治安一定好 對 回去治安一定會好啊 那你就講說現在 中國 中國治安很好啊 對啊 中國治安很好啊 中國治安超好耶 那個河南村政銀行 那些都暴徒耶 拿白紙帥 反送中那些全部都報名 武警去香港了嘛 那武警去香港之後 香港的治安變得很好 這是大家要的嗎 侯友宜 第一件事情 恩案的事情 沒有道歉 三重警察的事情 沒有道歉 然後這麼多哩哩哩哩哩的事情 都被媒體壓下來 這個是有媒體人出來講的喔 難怪 難怪 好有國民黨執政去辱罵恩恩爸爸說 你這個根本就是 自己不送醫院啦 他那時候確診 那個時候確診是可以隨便跑的嗎 他也沒有被明確告知 他該怎麼做嘛 在新北市變成 我相信警察是錯 相信政府是錯 相信消防是錯 如果他當選總統 台灣就有可能走回30年前啦 回到警察的這件事情啦 我是覺得 今天189來聊 為什麼要講到會有一個事情 而且應該說還有另外一個前提是 大概率你還要選總統 對啊 侯友宜你看到現在警察的狀況 你對得起過去的自己嗎 然後你敢說你要選總統 所以總之啦 我不知道 八九他提告到後面 到底會是 什麼樣的狀況 透過訴諸法律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正當的事情 我要明確的跟大家講 我這次告的不是 所有的警察 而是所有的警戒的形象 因為畢竟我也在 我的影片呼籲過 願意相信我的人或是粉絲 不要打電話 去警局 佔用人家的線 你可以去他們的連署去留言 去理性的探討 不要人身攻擊 那當然也是有好警察 我外公自己也是警察嘛 我當然相信有好警察有壞警察 好警察才讓人跟壞警察拍桌子 然後就影響升官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你... 真的是... 如履薄冰啦 你今天如果不是我 你要怎麼去澄清 所以真的站出來 幫我發聲就是幫你們自己 最後有理由 你如果真的要選總統 你短短這幾個月 讓我們有效看到警察的態度 哦 是可以好好溝通的 是可以 一來就帶有立場 或是情緒化的 還有一些 你們制度上的一些改革跟溝通 你這個都做不好 你又這樣的背景 我真的會合理懷疑 你想變回警總時代耶 對啊 對啊 確實治安會很好啊 對啊 因為我不敢報警 我不敢... 我不敢... 不是而且 重點是很多地方 治安又真的不好 以後就會變成 我去舉報標車主 是我在破壞治安的 也不是標車主 對 就跟中國現在是一樣 現在香港這個特首 他還是無警喔 他還是無警喔 習近平指派喔 對啊 我覺得大家要自己想一想 除了剛剛講的這些事情之外啦 恩案該道歉要不要道歉啊 他不會看啦 頂多他助理啦 侯友宜的助理 還有三重打人的事情啦 還有這些警察 爛權的狀況 侯友宜作為一個市長 作為一個父母官 到底要不要處理 處理完再跟我說你要選總統 好啦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還會請你